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来根本不是他 根本象中从来都皆非了 所以这里面等你知道 根本象中从来皆非 就有什么 就有大慈悲 就有大愿力 他能够拔击终身 根本归家 他能再入到一切缘起之时 他当然知道什么 当你站在根本从来非善非恶的 这些心中的情境里面 他才能够解读一切善善恶恶 就好像你站在晋体之中 你才能分辨是黑是白 你躲在黑白之中 那当然势必流转 那叫什么 那就相生相克 所以你不是只是知道众生 如何让他从恶间善 如果在善中为他守护善 不多于恶 因为你知道世间的种种万法的缘起 那就万法的道理 所以你会发现世间说善 不过就在此题而已 佛门说善是超越世间善恶 因为他超越世间善恶故 所以他才能够明辨一切世间 善善恶恶 因为他能明辨一切世间善善恶恶故 所以他不但能够教化众生 在恶中谦善 就回到善中来 在善中不多在恶 所以叫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但是在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里面 你要体会什么 体会自尽其义 是诸佛教 就上次好像不是在这里讲的 好像上次在讲心经讲到自尽其义 自尽其义就不是照做的 自尽其义是什么 这是根本大决心体的本来面目 那叫自尽其义 你站在大决心体明白一些善恶事 就像常常讲的 那惠日凌空照 一切众生的一些冤邪自消 比如说那种无量的刚强业力 你但懂得那个大决心体 你自然就什么 从恶中出来 把他出来 你就不会跺在他上面 你明白这个大决心体以后 你自然就能够知道 入世的种种善心 所以我讲说一个人心轻尽时 他所有这一切世间的行为 他不会离开世间的像 决心从来没有离开过世间的 这方静体从来没有离开过静色 但是这个人在世间呢 他所有的一些行为举止 思维一致中自然如法 为什么 因为心中没有任何的什么 没有任何世间的负累 那当然如法 那叫清和 那是善 因为如法故随 他能够明辨一些众生 众生所需啊 他能够利益 在他的感觉里面 他就像大山一样 大山尚且是无情之物 烦恼人看到他 当然还可以得到一些利益 何况是根本圣人心中的 清静那种愿力 红身的根本清明的智慧 他不能利益一切世间众生 那是至善 那这个善 这个叫诸恶莫作 众善风行是什么 是根本自信之中的本来清明 叫自尽其 他不是造作的 他不是在恶上断恶造作的 你在恶上断恶 那还是什么 那章然是善啊 那也是什么 那也是众生之见 将来就在有福报 那不过就是人天福报 如同昙花一现 你站在镜色上面 是黑是白 你在那边分善分恶 你站在静体了 明辨一切黑黑白白 明辨一切黑黑白白时 你会跺在 是黑是白的 种种妄想区别的 对待中的种种论流转吗 不会 所以叫诸恶莫作 你不知道 那能够先前十四的一切 在黑在白之间的功德利益吗 一些世间利益吗 清楚 那叫众善奉行 那中间谁在造作 没有造作 那叫空 无相 无作 那个叫世诸佛教 所以 舍利佛听闻次法 才叫大智舍利佛 但是像世间长的那个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那我也知道了 我也现在开始不作恶了 那我怎么不叫舍利佛 我怎么不叫阿罗汉 我也知道 诸恶莫作 我也现在开始要好好向善了 我现在发愿我是一个有为的青年 我现在是中年老年了 我一个有为的老年 我现在要叫佛教我们 就是诸恶莫作 中山风行 我听到这句话是新生欢喜 我从今天以后 我要改变习气 我要好好做人 我要做一个光明伟大 心中浩瀚 有种种艳丽的人 我怎么没做阿罗汉 我怎么没证阿罗汉 我这一念发的 怎么都不证阿罗汉 舍利佛一发就证阿罗汉 我在只有在这一念 只有阿天天流汗 没有阿罗汉 这用米南人讲狗语 就比较轻词 怎么不证呢 那为什么 舍利佛一听闻 就能够证果 你要听到众善奉行 诸如墨做众善奉行 自尽其义是诸佛教 你懂这个道理 当然证果 你看到心中本来面目 根本没有造作 那叫自尽其义 你看不到心中 这种本来面目 当然证不到阿罗汉 他根本不在这个上面 说什么种善善恶的 他根本不在世间 种种妄想执着 才叫阿罗汉 阿罗汉四国里面的最后 他已经超越不来 不来就在不跟你 在这上面上流转 还在这些善善恶恶上面流转 他召见 那才是真正叫做 诗诸离书 阿罗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